我們前面講了幾集的鬼島現況 可能大家都覺得鬼島實在太可怕了 低薪、高房價、高工時 不過很多香港的朋友跳出來說 你們台灣都算好啦 我們香港更慘 那香港真的有那麼慘嗎? 我們先來看看租屋品質 我們以一位台灣網友去年到香港租的房子為例 他居住在旺角 旺角算在香港一個熱鬧的地方 交通四通八達 距離地鐵站步行只要三分鐘 十一間套房只有114尺 也就是三坪的大小 包括有洗衣機、冷氣、熱水器等全新家電 月租是7200港幣 大概是台幣兩萬八 這個價格他認為CP值非常高 但其實香港俗稱的通縫 就是房東把一間住宅 又更細分為不同的房間出租 但面積小隔音也差 更存在著消防安全的問題 一樣兩萬八台幣人在台北都心 住到非常豪華的套房 有20小時的保全管理 且至少10坪起跳 到了稍微外圍一點的萬華精美文山 都是可以住到接近30坪的完整住家 更不要說新北市了 可能會有人說香港人的收入比較高 但香港只有18%的大學入區率 所以用大學生起信來比會有誤差 若比平均收入 也有可能前面一趴精英地主拉高 所以我們就來比最低工資 香港的最低工資約130塊台幣 但是比台灣的150塊台幣還低 這意味著其實香港集成仍然很辛苦 所以一個香港家庭不是住公宅的話 拿薪水的6到8成去找房租是很常見的 去年台灣有一個新聞 在台北鬧區有一間簡陋亞房出租 兩坪大小 木板隔間 沒冷氣 沒窗戶 只有一張桌子和一張草席 還價2700台幣 大家都說這筆監獄集中也還不如 但香港網友卻留言說 在香港這種房間就算開2700港幣也能接受 台灣人紛紛覺得不可思議 到底香港的居住環境有多差呢? 香港只要能躺著睡覺的地方都可以住一個人 甚至是只要能躺著睡腳不能生存都沒關係 在香港一家四口能住上十坪多的房子已經是很幸福了 多的是一家五六人住在五坪大小的房子裡 曾經有一段時間 香港受到港英政府所訂製的租屋管制保障居住權 主要是限制房東除了房客欠繳房租外 均不得趕走房客 且最重要的是不得隨意調漲房租 但在1997年後 先是廢除了港英政府的租屋管制和居住權保障 此後房東可以任意調漲房租 等你付不出來就把你趕走 結果就是房租不斷上漲且漲幅很大 你說人們租不起 那房東不就沒房客啦? 到時候支持俄國的是房東 不好意思 此時就會有中國資金大局移住 來港投資 中國不但人多錢也多 他們不但來香港炒房 另一方面還是會得到香港的居留權 甚至能組入香港的選舉 香港97之後 在居住保障方面倒退了二三十年 原因很簡單 就是我們前面說過的 香港立法者大部分是地主 這些人長期佔據議會席次 最後法律就會傾向地主那一邊 只要是有助於炒房的法律都會通過 即使這樣的法律會讓多數的香港人民感到很痛苦 地主就這樣靠著收租與房價上漲 輕鬆發大財 而一般平民老百姓呢 不管怎麼樣工作都買不起房 甚至付不出房租 造成一個現象 有錢的香港人都算有土地有房產 這比你有多大的本事和能力都來得重要 就是這樣子的環境 讓許多香港人到了30-40歲 仍要與父母同住 甚至結婚後 夫妻也沒辦法同居 更不要說生小孩了 在香港給一個小孩自己的房間 幾乎是不可能的 就是因為這樣的狹窄居住空間 讓大多香港人喜歡往外面跑 在家裡只能玩電腦 因為你也沒辦法做別的事情 香港好吃的店很多 但只要房租以上漲 也逃不過關門的命運 而大家所忌諱的 香港人服務態度都很差 也是因為他們不想你佔用裡面的位置太久 這些都是高租金帶來的負面連鎖效應 就是因為租金很貴 你很難在香港看到一些比較有趣 或是多元的店 看到的都是賣衣服 賣精品 要不然就是賣魚蛋 做興趣的東西根本很難經營下去 像是租書店 舊書店這種東西 這也使得香港的生活品質下降 如果這種事情發生在台北 那我可以搬去周遭的城市 像是新北 基隆與桃園 以通勤時間換取更高的生活品質 甚至我可以搬去周南部 但香港人普遍是難民的後代 他們一無所有 即使過了兩三代 也沒辦法在香港擁有不動產 他們有家鄉嗎 香港就是他們的家鄉 沒地方可去 就算租金再貴 還金再差 也只能接受 他們也不能像台灣人一樣 搬去外縣私住 對香港人而言 香港就是他們永遠的家 但是香港人還是很愛香港 雖然各種居住與生活條件都非常惡劣 但相比之下 香港人人自由與民主 法治與信用制度有一定的水準 這些都是香港無形的資產 就因為香港都是難民的後代 所以對於這些價值多少都有點重視 不重視這些價值的人 自然就會覺得香港的生活很壓迫 跟地獄沒什麼兩樣 自由與文化 都是重要的價值 今天香港人 自豪的使用自己的母語 可以自由的表達意見 自由的創作 那麼多少可以抵消一些居住上的不足 但哪天這些自由與權力被奪走時 香港編譯無所有 或許那些地主權貴們不懂 但那天來人時 我們便會後悔多急 越來越好的又會 因為網友和我 我們會合作 貴賓 Roland 你先把天都給你 那天我們知道 會不會再次 即使在這上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